大家好,今天我们要来介绍一种非常受欢迎的点心水煎包 水煎包是一种来自中国的传统美食,它起源于上海 在早期,人们喜欢用蒸的方式来烹调饺子和包子等食品 但后来发现,用煎的方式可以烤出一层外皮 这样味道更加美味,水煎包就因此而生 水煎包的制作方式其实和包子很像 但是在包完之后不需要蒸,而是放在平底锅中用少量的水煎煮 煮至水分蒸发后,底部就会变得金黄酥脆 包子的口感也会更加多汁 水煎包的外皮较薄而有弹性,内馅丰富,口感鲜美 水煎包的种类非常多,有肉类的,海鲜的,蔬菜的等等 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上海的小笼包 是用瘦肉和高汤熬制的鲜肉馅 包子的底部有一个小口 可以在食用时直接喝到高汤的美味 另外,还有虾仁煎饺,牛肉煎饺等多种口味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 各位同学,你们学会了如何制作水煎包了吗? 下次有机会去餐厅吃饭时 可以点一份水煎包来品尝一下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